社福体系当中高风险的家庭需要一个可以提供给离异家庭各种支援服务的沾折中心 而12号下午华联邪儿童及家庭关怀协会和华联县政府社会处 特别在远东百货举办了高冲突离异家庭影片及展览开幕会 让民众可以透过寝静空间展示了解到高冲突离异家庭的需要 当民众遇到关于离合决定 儿少监护权的争夺分居离婚后 无法与子女会面一方的抚养费未给付等问题师 儿童及家庭关怀协会对高风险家庭的协助也就更显得重要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沉浸室体验展 让不管有没有离异的家庭的父母能够了解孩子的一个 在这样冲突里面他们的一些心声 我们知道孩子在家里面不管他声型是渺小的或声音是渺小的 常常不被父母听见 那当父母都在高冲突的时候相互要争夺 我们在司法上常看到的是争取监护权主要照顾 那彼此会跟孩子说爸爸妈妈的不好 那孩子常常会觉得父母的冲突吵架或离婚是不是他的错 有些孩子就会觉得那如果他没有存在 爸爸妈妈是不是就会幸福了 因为他们现在都在为了争取我而吵架 所以我们希望父母可以听到孩子的这些真正的处境跟声音 透过我们这个展览不管我们是有一入口 有一个影片是比较视觉的听觉的 然后进来我们慢慢体验 化身为孩子走到这个家 看看如果你是孩子你的处境是什么 你的压力是什么 那父母可不可以想一想 那也寻求资源的帮助好聚好散 然后为了孩子给孩子一个真正所谓的 甜蜜的家 友善的家 县议员杨华美也特别参与了今天的开幕活动 对于高风险家庭 小孩在高风险家庭所面临到的困境及权益 是儿少协会在高风险家庭辅导时 更能够考虑到孩子的保护 其实儿少协会做了很多很多 有关于高冲突家庭的前面的辅导工作 那也很希望如果有类似情形的 不管是你周围的朋友也好 碰到这样的状况都可以有各地的 法院的家事中心 还有各地的这种像儿家协会这样的单位 来做协助 那提早开始进入到沟通 我相信就不用走到最后那一步 就是很撕裂然后司法对决的部分 然后希望孩子都能够健康快乐的长大 若是父母双方无法自行的协商 唯一的途径是到法院提起相关的家庭案件 而这中间缺乏了一个缓冲机制 来协助这些高冲突的父母 因此儿少协会今日起到九月底 持续在远东百货一楼 以情境式的展示出 夫妻在组成家庭时的甜蜜 但是在婚姻走到高冲突时 小孩所面临的痛苦 也欢迎民众能够走入情境环境中 了解小孩的困境 给予孩子有更好的保护 记者凌杰 华林寺 蔡宝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